欢迎来到语说体育 今天刚看西北季后赛 辽宁对战福建的第三场 这种辽宁队取得了胜利 西雷赛大比分以3比0的强势表现停截了下一轮 这场比赛福建队进攻段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跟此前两场不同 此前两场我们也看到福建队 基本上就是一种纯粹的由内而外的打法 利用内线王泽林这么一个核心的强悍的攻坚武器 创造进攻机位 但是本场比赛不一样了 福建队更多是利用告位 党才会掩护之后 王泽林将一种顺下的威胁 为外线的国产持球人创造机会 你比如说陈林姐 这样一种打法意图非常明显 那就是希望通过开局之后 外围这块先打开 竟然使得王泽林 他将一种进攻压力降低 也再有一方面 就是保留一下王泽林的体力 毕竟之前的比赛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王泽林因为在那样一种 频繁内线底位强拱的打法之下 透支严重 往往到最后时刻就体力不止了 所以也是为了保留一定的 王泽林的体能 采取了这样一种 内外结合的打球方式 那么这样一种打法 总体来看 受效还是可以的 但是进攻段 这个福建队确实是有调整的能力 但是在防守段 福建队调整这块 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了 我们清楚 福建队 他的整个防线 你要说最根本的这个问题 那还得说是这个王泽林 只要有他存在 那么这个福建队 他总是会面对这样一种防守段的理事 就是在比赛当中 因为王泽林这点的存在 所以这就使得辽宁队 甭管说他们是哪个点出现几回 你归根结底的话 都得跪接到王泽林这块 毕竟他防党彩这块防不出来 其实如果说福建队 面对的是一个比较一般的对手的话 不像辽宁队这么强大的话 那么其实呢 他们也是可以通过战略性方空一些点位 弥补局部的这样一种挡彩防守的压力 你比如说本场比赛 他也用处了这个适当的防空 中城啊 以及李小旭这些点位 但是呢 一方面啊 辽宁队呢 这是一只季球赛经验非常丰富的球队 这是一只老将非常充沛的球队 因此呢 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无论是李小旭还是中城 他俩在三十线以外呢 整体的表现 那还是起到了 起码的这样一种外线潜质的作用的 而且呢 即便说一时之间手感不佳 因为毕竟啊 我们清楚辽宁队呢 他是一只外线拥有多个侧动点位的 这么一只球队 你比如说啊 郭艾伦 哈德森 赵继维 甚至呢 就包括这个刘志选 他都是能够持球侧动的 比赛当中呢 有一个经典画面 我们也看到了 在连续的上个党赛之后呢 上个掩护之后 刘志选的持球 与这个中城两者之间 党赛发起了进攻 最终打击 有所呢 辽宁队因为这样一种多点侧动的能力 这就使得呢 福建队即便说是局部施压 多防守 这个遏制王泽林 防党才能力的不足 但是呢 一旦说辽宁队立刻转一球之后 那么在弱撤呢 辽宁队也能够 即便说一时之间外线手感不开 他们也能够立刻的掀起 这样一种多打扫的 这个向篮下发起策动 所以呢 正是因为辽宁队 他这样一种进攻端 能够打的方式太多了 他那球员 相对来说太过于全面了 这就使得呢 福建队基本上面对 辽宁队的这样一种 金贡的压力 他是束手无策的 也是很难掩盖住 王泽林这一点的防守缺陷 所以呢 最终还是诉求了 再有一点 就是最后时刻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福建队啊 几乎在经验的不足 关键时刻呢 这样一种这个 战术的执行能力 也是非常不到位的 可以这么讲 就是近年啊 福建队这两个外员 无论是尼克尔森还是杰特 下赛季都赶紧走人吧 这俩一个都不应该留 尼克尔森呢 甭管说有没有赏 但是既然你上场了 就说明你基本的 这个情况还是可以的 打出整体的表现 是很难让人解受的 在季球赛当中 这样一种软弱的打法 也是被人所诟病的 而作为说这个小外员呢 关键的几个回合当中 此前的比赛 防守短的面对郭爱伦 那就是屡屡被爆 而今天这场比赛的进攻短 他这样一种发起战术呢 也是一事物高中 这个是让人感觉非常泄气的 所以呢 福建队下赛季啊 我感觉你说俩外员都换了 换来这个比较强硬的 通过这样一种强硬外员队 打法风格呢 改变整个球队的气质 再有一点呢 就是这支球队啊 我感觉呢 你要说国产球员这块 他整个这个班底还是可以的 王哲林这个呢 你要是做一个类比的话 这就相当于是 大夫绝锦队的这个尼姑拉 这个约继奇 而在围绕在王哲林身边 你比如说这个陈林剑啊 以及赵太龙啊 这就相当于是这个 哈利斯和这个穆雷 所以呢 就是目前啊 福建队 他整个这个底牌 还是不错的 国产球员这块能力是有的 如果说呢 能够在整个球队的文化建设上 更加强调防守一点 同时呢 外员的能力 打季后赛 打硬仗的能力这块 也得到一定的提升的话 那么明年呢 还是大有作为的 当然聊完福建队这块呢 我们再谈一下辽宁队啊 辽宁队呢 之所以这个新极蓝赛 能够胜处呢 居供自卫的 毫无疑问 那就是郭艾伦 郭艾伦呢 三场比赛打下来啊 长均贡献赛时 四分霸篮板六助攻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水准 这是绝对的 MVP级别的水准 这是绝对的 在赛场纸上 能够立棍的水准 我们也看到了 整个这组系列赛啊 没有任何一位球员 他的表现在郭艾伦纸上 哪怕是包括外员在内 其实呢 去年我就说过 当时呢 定元宇航呢 还是如入中天的那个时期 当时打季后赛呢 我就说过 定元宇航 他确实能力 那是非常强的 而且呢 当时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也是引起了广泛的证议 很多球迷呢 也是说 喂 那什么阳光啊 你看这个郭艾伦 那跟定元宇航两者之间 差距极为明显呢 但是呢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辽宁队呢 确实在整个赛基地 政战过程当中 上并不断 给这支球队呢 拖了后腿 但是呢 在这样一种被动的局势指下 在一定程度指上 虽然说球队 面临这样一种困境 但是呢 郭艾伦呢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啊 这么一种展现自己的机会 也毕竟郭艾伦呢 在西别当中 打了这么些年了 一直呢 在赛场指上 那都是受着打的 他是一个 真正有冠军正夺信的球员 在球队当中呢 他是愿意做出自我牺牲的 所以呢 这就使得郭艾伦 一直都没能够 充分展现自己的身受和实力 毫无疑问呢 本赛季 他就迎来了这样一种机会 通过第一轮这个 系列赛 长军三四份 霸篮本六祖宫的表现呢 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国产 球员在季游赛当中 这样一种利棍 这个呢 可以说 作为一个国产后卫来说 这样一种盛况 那是前所未见的 我们也希望呢 在下一轮季游赛当中啊 我们清楚 那注定是更加艰险的 这个一组系列赛 在那组系列赛当中呢 希望郭艾伦能够再且再利 以就延续 这样一种强势的表现 率领球队呢 达出一个未来 本期呢 就跟您各位聊 到这儿卢文轩本子屏 那点击屏幕右下角 留言咱们下期再见 徐静宇的八堂表达课 目前已经上线了 在今日头条APP中 搜索徐静宇 进入到我的个人主页当中 在专栏页面下 您就能够找到他了